I gave a second chance to Cupid Nor me the nigga so stupid 5050在2月時帶著QB回歸 聽眾歡快的氛圍直接進攻全世界 讓5050成為KPOP最快進入告示牌的藝人 Nor me the nigga so stupid 以前基金公司正經宣布5050招人挖角 別人還試圖讓成員們違約並要求簽約 而竟然迎來了超級大的轉折 5050的4名成員委託了律師事務所 對公司提起訴訟 並提到的公司不斷向媒體放話 卻沒有解釋到問題點 而成員洞所出的消息也沒有詢問過相關人等直接發出 讓該名成員非常的失望 並指控了公司的結算不透明 也在成員健康出問題時 單方面的強制進行活動 市民成員更深深了 這次的控訴並沒有任何的外力介入 雖然我們不是當事人無法了解事情的真相 只希望雙方可以好好的提供資料 早如讓事情水落石桌啦 這個早就不太敘 lo得失望 當事人無法測無法了解 又消失失望 回想的出現 不大部分 也有aps飛會